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大家非常期待的创维的D80 它采用的是玻璃机mini2D的方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按照惯例,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创维F32D80采用了白色的彩皮包装 打它的包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 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HDMI线 一条Type-C线,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一个扭扣电池,一个螺丝刀 一个圆形遥控器和一个屏幕挂灯 整体的配件是相当丰富的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需要工具拧上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就说安装成功了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外观 D80正面采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边中央位置是创维的logo 右侧有一个电源指示针 同时还集成了光线传感器 底座为正方形,不占用桌面的空间 机身背面采用了斜切的设计 上方有一排散热孔 散热孔的中间预留了5个触点 用于屏幕挂灯的供电 背面左下角还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和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底座还有个隐藏式的转盘 支持360度的旋转 整体调节的阻力属于优秀的水平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整体的接口丰富度不错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串尾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第一主要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表的艳丽 通过一切测试 SGB容积达到了159% PBI为137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优秀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使像素的形态是鱼鳞状 OS菜单方面 它采用了全新的UI设计 菜单有着不错的过渡动画 操作的方式有三种 分别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无线旋钮和鼠标控制 我们重点来说一下这个无线旋钮 左右滑动可以调节菜单的选项 单机则是确认 操作的逻辑优化得很不错 同时更巧妙的是 双击无线旋钮 可以切换到屏幕挂单的控制模式 这时候滑动旋钮 可以调节屏幕的亮度和色温 这样优秀的创新设计值得点赞 回到OS菜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出厂默认为6111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5500K 6500K 9300K 以及自定义三色调节 色域空间方面 它内置了五种模式切换 分别是SRGB P3 Adobe RGB R1C709 和R1C2020 通过一切测试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100% 平均色盖值1.58 最大色盖值3.08 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9.3% 平均色盖值1.13 最大色盖值2.58 Adobe RGB 色域覆盖率为99.7% 平均色盖值1.37 最大色盖值2.64 R1C709 色域覆盖率为99.8% 平均色盖值1.95 最大色盖值3.16 R1C2020模式 色域覆盖率为88.7 平均色盖值1.58 最大色盖值3.89 另外 它还支持3DNOT硬件校准功能 可以通过U盘 直接写入校准软件 生成的3DNOT文件 亮度对比度方面 作长默认亮度为258L 手动调节 最大亮度为659L 镜台对比度为1165比1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ISO图像 前置深蓝部分 超过了650L 周围一圈浅蓝色为500到600L之间 边缘绿色部分 在400到5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8.95% 整体亮度均匀度表现优秀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622K到7834K之间波动 右侧小区域紫色在6600K左右 蓝色区域在6900K到7200K之间 四周绿色区域在7300K以上 整体色温均匀度的表现是一般的 关闭分区背光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的亮度在0.2到0.8L之间 左上角有一束漏光峰值 在0.8L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四角对比度呈现实质型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最佳视角 对比度在1000K左右 最佳水平视角在30K左右 最佳垂直视角则在25K左右 整体的可视角度表现中等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在250L的常规亮度下 平散的波动声度为69.53% 同时我们测试了 它不同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26L 但在50L的亮度下 SVM值最高为0.029 远低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属于是QD亮子点背光 蓝光波峰在451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8.38%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 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4K 14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2.6 四通道 12G 也就是48G的满数带宽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4K 14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包括 杜比世界在内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支持4K 60Hz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震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使用Micbook Pro 16的连接 在Type-C的直连下 可以支持到4K 60Hz 并且可以支持High DPI和HDR 但不支持高刷新率 Type-C接口可以支持反向供电 通过实际的检测 最高可以达到20V 4.5A 也就是90W的供电 但整体来看 第八年的接口兼容性是很一般的 通过后面的拆机 我们可以看到 它使用了一颗电视芯片 虽然性能上 它支持杜比世界和3DNOT写入 但它原生只支持HDMI 2.1接口 DP和Type-C接口各需要一颗协议转化芯片 这导致目前DP接口缺失VRR功能 Type-C接口只能到HDMI 2.0的带宽 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兼容性的BUCK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3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官方宣称HDR1000 但我们目前在Visa的官网 并没有看到认证信息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标线的测试 它横向有48区 纵向有24区 走进1152区 光晕方面 从正面观看 大部分场景下光晕不明显 但在灰色场景下 显示白色文字或鼠标内容的时候 会出现一定的暗边现象 另外 它同样会存在着可视角度的变化 导致光晕更明显的情况 背光延迟方面 通过仪器的实测 D80的延迟为18.62毫秒 这对于一个1152分区的背光来说 表现还是不错的 S加亮度方面 在开启分区调光的情况下 38%的白点窗口 可以最高提供1300L的峰值亮度 但在版本的白点窗口下 它的亮度会下降到686L UTF曲线方面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D80的曲线调校非常贴合PQ 但在0-30的灰接处 相比于标准的PQ要略低一些 这导致它的暗部画面亮度低于圆片 出现暗部较差的情况 S加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家 完美星球蓝光盘景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射图 发光场景下 手电筒的核心亮度为746L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还不错 但岩石部分的暗部偏暗 存在一定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阶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另外 D80是支持杜比视觉和杜比音效的 在松下UB9000家海王片源的推送下 屏幕下方会点亮杜比视觉和杜比音频的标志 同时 在OS菜单中 可以对杜比视觉的色彩进行调节 分别为明亮 柔和 标准和鲜艳 HDR游戏体验方面 它整体的画面亮度很足 亮度的细节和色彩过度表现不错 画面对比度和层次感也是优秀的水平 但它同样存在在暗部细节丢失的情况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D80原生支持14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14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有三个OD档为可调 分别为正常 快速 急速 实际用仪器测试 正常模式下5.45毫秒 没有任何的过冲现象 快速模式下4.22毫秒 平均过冲6.17 最大过冲为25%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急速模式3.93毫秒 平均过冲57.28% 最大过冲为248% 属于是完全不可用的状态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T为6.47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的第29名 实际在UF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飞碟本体的轻易度表现还不错 后方拖尾控制表现中道 整体的运动轻易度的表现 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样机体验部分的最后 D80内置了一颗双8瓦的扬声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质表现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背板上有两个扬声器 规格是4欧8瓦 面板本体上方分别是蓝牙和WiFi6的射频模块 左右两侧则有主动式的散热风扇 中间则是驱动板本体 我们来看一下驱动板 主控核心是锐益的RTD2885N 支持杜比世界 3DNOT写入 以及WiFi6功能 主控的上方则是一颗红星雨的EMMC闪存颗粒 量为4GB Type-C和DP接口旁分别有一颗信号转换芯片 接着我们来看原厂面板贴纸信息 形容为M315QUM-NME 这是一块京东方生产的原装模组 31.5寸4K14Hz刷新率8斗时的射身 拆开面板模组 我们可以看到 背光板产用了COG玻璃机 4颗LED芯片组成一个分区控制 总计集成4608颗LED芯片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用料是很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注标计算 它达到了159%的SHB容积 色域天理板排名第10名 S加亮度方面 实测为659尼特 亮度天理板排名第3名 表现优秀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165比1 对比度天理板排名第56名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量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5.15% 均匀度天理板排名第11名 表现优秀 S加单独测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1300尼特 S加峰值亮度天理板排名第9名 但它的全屏亮度为686尼特 这点需要注意 S加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4980比1 S加静态对比度天理板排名第13名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横向有48区 纵向有24区 总计1152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的最快可用灰阶为4.22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理板的 第26名表现优秀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 BT为6.47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理板第29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秀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自带屏幕挂灯 配备了光线传感器 支架身价和底座旋转的调试阻力不错 2.搭载1152区COG玻璃机的BOE原厂模组 支持杜比视觉和杜比音效 实测峰值亮度达到了1300L 整体的观影和游戏画面表现不错 3.支持3DNOT 色域缩线多样 色准和亮度均匀度表现不错 4.配备48G满速HDMI 2.1 90W的Type-C 支持KVM功能 支持WiFi 6模块 支持OTA升级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Type-C接口带宽有限 使用Type-C接口无法支持到4K14赫兹 同时DP接口无法支持VR 2.在HDR状态下 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较差 3.在灰色背景下 白色字体周围会出现暗边 分区背光的逻辑有优化的空间 4.调光存在4032赫兹的频闪 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PWM调光 但我们更希望看到它是DC调光 好了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Buck实在太多了 尽管它具备OTA升级 甚至一周更新两期那么的勤快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用户 依然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完善的体验 而不是天天去更新 对吧 好了 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创为第八年代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